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Raffy 早晨 聽聽胡師姐的電話 早晨 早晨 我想問恆大四條三號三個八入 我想問可以送我多少 還有給她指示為我 好 三個八入 和現隔差不多 暫時來說就升三仙 好 恆大地產方面應該怎樣部署 我覺得三個八入 相信都是這一兩天去到入市 想駁回短時間有沒有反彈 因為之前看到整個內房板 或者恆大自己都好 其實都經歷過比較大的調整 特別之前都在存在擔心 叫兩戶之前有些調控正式出來 到近期最終有個國五條出來等等 都令到內房股震一兩下 但是到這一刻 大家對接下來的調控因素 當然就不是說減掉了 但是始終見到 剛才所說的國五條來計 好像是生意獻鳳 就是叫少少的加強 但是你說是不是很到位 或者很大的打擊性 其實現在市場解讀都不覺得是 所以變成形成出來之後 反而來到內房股 今天有過少少輕易的反彈 我覺得這樣看 如果你這一刻買下 剛才都說的 始終後市都依然對調控因素都存在 我覺得就不要握太多長 反而來講就是駁一兩下反彈 反彈會兩會之前 有機會彈一彈高一點去到獲利 以一個圖杯來說 暫時上網的 我都看大概四元左右 其實二十天線左右 我覺得差不多這些位置 應該有少許阻力 如果去到這位置 可以考慮先走一走貨 反而下面來說 大概三個六森些位置 做短線的指示位 如果穿得下來 多建議 應該考慮先走一走貨 如果以短線去討論 下面看三個六左右 上面四元左右 其實差不多是一博一的直播空間 胡小姐有其他股份想問嗎 沒有 謝謝你 多謝胡小姐的電話 繼續呼籲一下 有想問的話 可以打電話來 電話號碼是204-6566 等家庭觀眾打來之前 跟Rafi跟進市場的移動股 都想和你聊一聊 就是1211 比亞迪方面 今天電視當中 這隻反而表現不錯 升級超過3% 升級1元 去到31元的水平 跟Rafi談談 比亞迪方面的消息 都看到 今早較早時分 說到北京方面 都鼓勵節能 如果是私人購買純電動汽車的話 都有相關補貼 近來來說 亦有不同的政策扶持著 他都說到 亦有些car show 說到他們實現的示範 營運新增方面 會有5000部的車 都可以在公路上行走 問一下Rafi的現線 近來都留意到 北京的空氣實在太差了 加上有政府鼓勵 就是純電動汽車方面的政策 比亞迪方面 後市又怎樣看呢 對這個消息的刺激 又可以幫到多少呢 的確 這刻對比亞迪的看法 比以前或去年來看 是樂觀了 比較明顯樂觀了 幾個樣數 一來就始終 如果你說從股價 或過往的業績表現來看 的確做得這麼矮 今年有望的反彈 其實是一個比較正常 當然大家看法 這個大影就是樂觀 而第二點 始終關於國內的空氣事 因為近期北京方面 都比較有大霧的天氣 去到籠罩著 即能見到比較低 其實都迫到 內地的政府 或者一些當局 都想做很多事情 去減少一些空氣的污染 不論你說掃除這些陰霧之外 更加來講 可能接下來都會推更多的智能 相關的政策出來 當然汽車 當然是其中一個 因為如果大家有去北京 或者一些國內一線城市 都知道 所以汽車的擠塞問題 或者使用性問題 是非常之嚴重的 變成這麼多人用車的時候 自然空氣污染 就容易產生在 所以接下來都相信 會很鼓勵很多 用很多智能的車 不理會 從電動汽車等的因素 都想做智能減化的效果 所以大家這樣看 如果國內政策這樣推 保鐵也好 或者有些配套措施出來也好 自然覺得對相關汽車股 很好的受惠性 做直接的 一定是比亞迪 所以變相今天有個 再明顯做好一點 而且比亞迪 本身其他車輛 不論大家比較熟少少的 E6 或者F0等等 這些電動汽車來計 其實在過去這幾個月 其實消程突然有爆發性的增長 做得非常之好 短期內買得這麼好 底下 自然大家對它今年 即是未來的頭半年 或者這一年的業績 會相對有些衝勁 所以形成股價 就叫做 之前升得比較多也好 但經歷過少許調整之後 其實不算太多 今天又再上去 如果以價來說 我剛才說到的 之前有少許調整 但落到10天線左右 其實開始都見到有少許支持 所以變成如果大家短線去搏 都依然回到大概29個多年位置 做回支持位 如果短線去搏 不穿這位置 我覺得問題不是太大 如果穿了才考慮減一減 或者走一走貨 變成現在來講 上網是什麼位置 當然如果以個勢頭來講 今天叫做逆市裡面 做得這麼漂亮的話 當然看看有沒有機會 接下來再做一步破頂 如果當破到32.8這位置的時候 變成我覺得以中短線 或者中線也好 以大約34元邊 做一個目標價 好 講開就是比亞特這股份 前期方面有些利好消息 包括相關的政策就出台了 但似乎後面那方面的消息 就好像欠逢了 例如怎樣去監管 又或者有些什麼設備 都可以留意 但聽起來有沒有說政府那方面 又會起些什麼呢 去幫助這些戰能的汽車 當然你說措施上看 國內這刻的確對外國來計 是稍微落後的 始終外國的設備 配套比較多一點 但始終我會覺得 如果未來內地 都想去做一步加大相關的 即是叫做智能的推動的時候 要去到加大一些興建的措施 其實是著想難免的 所以我覺得是時間性 始終以中線來看 其實是不斷說的 這個行業是看得比較樂觀的 始終都覺得 未來內地要做 其實是事在必行 但始終問題在於 在這個中場線做到之前 究竟這段時間裏面 對比亞迪的影響性 還是好還是壞 所以我覺得這刻 始終剛才也說到的 對比過去這幾個月計 相關消程都開始叫理想回 或者各國明顯的增長的時候 我覺得影響性不是太負面 仍然看得比較樂觀 好啊 其實說到比亞迪方面 說到接下來 他的後市表現都不錯 看得挺樂觀的 我先問Raf的意見 除了比亞迪方面的消程 都可以有望進一步的增加 其實有甚麼的板塊或股份 都可以受惠到 例如做一些玻璃 或者是省電的電池相關的股份 哪幾隻都可以受惠比較多一點 其實如果說到節能方面 究竟有哪些板塊或股份 會受惠得到 其實可以說是很闊的 不論你是剛才說的汽車 甚至如這一刻 其實如期回來 有相關的政策都會出來 就是關於節能方面 所以大家可能會留意 後市的一些叫風電股 或者一些環保概念股等等 我相信這些類別板塊 要做一個衝勁也好 或者炒作性也好 如期回來有一個不錯的表現 謝謝Rafi 說完這隻股份表現不錯 不如我們跟進一眾汽車股的表現 我們先看到比亞迪方面 升3.7% 升1.01% 報31.1% 而東風汽車方面 暫時下跌接近3% 報31.48% 吉利 暫時下跌7% 華盛 下跌超過2% 港氣集團 下跌3% 報6.57% 謝謝Rafi 在汽車股方面的分析 不如跟你聊聊另一隻股份 想跟你聊聊 就是3337 安通油田服務 也看到有利好的消息 亦發了一個營起 不如跟Rafi聊聊 他們公司說到 全年的利潤方面有個大增的情況 最主要是因為 看到市場的需求 非常之好 所以帶動到他們的收入 不如都聊聊 營起方面 你又怎樣分析 股價上又怎樣分析 當然 你說3337 安通油田 今天的營起 最主要是其他業務 帶動到 去年有個明顯增長 但大家問到 去年那個增長 究竟是因為什麼業務 幫助到它 是否關於大家所謂的熱暗器等等 我覺得這件事未必是 因為以安通油田來看 旗下業務佔比上的分別 如果以熱暗器來看 其實佔比暫時真的不算太多 所以之前炒業務器的概念 只是間接地炒上來 但直接來說 其實我覺得 現在未必是可以這樣說 但其實看到管理上都說得明白 未來幾年都會逐步加大 熱暗器的業務佔比 所以面上 進一步可以看得比較樂觀 而且另一邊商 之前全國有機會 去到短期裏面 進行第三期的招表工程 這些股份 我相信都有受惠性 這個是在看來的 但剛才也說回 去年有什麼因素 叫做一個不錯的帶動 就是實質的現在核心業務 最主要是營起方面的設備類股份 所以看到去年來說 其實關於天然氣和營起 那個需求性或使用性 都已經非常大 對設備的需求 也有一個上升 所以形成一個不錯的業績營的預期 如果接下來怎樣看 我覺得接下來除了 剛才所說的熱暗器佔比加大之外 對它來說有個不錯的幫助之餘 更加對於天然氣方面的看法 我覺得對它來說 都是一個長輩看得好的因素 因為其實這刻 大家不斷不斷 也想想兩會 就是接下來兩會的時間 大家都有機會覺得 在兩會之後 都有相關這些天然氣政策 都有機會出台 因為大家都需要知道 這刻 國內的天然氣價格 對比國外來計 其實有一定程度的差距在這裏 所以都覺得有機會趁著兩會 會對相關天然氣的格格機制 有一個改革現象 如果可以調整得到 對合理的水平 或者調整得到 比較樂觀 進一步的加大需求性 事實上對安東油田 這些設備的需求 有了一步的帶動 所以兩者在夾集之下 無論過去的營起 或者這一刻 對前景的看法來說 其實都是比較樂觀的 雖然安東油田股價 你記得到 雖然今天營起 就沒有主要大升在股價 但始終我覺得 勢頭來講 都仍然是非常漂亮的 我覺得大家要買 其實都可以去考慮 但始終都是這樣說 升了那麼多的時候 如果現價去追 直播空間似乎 就未必太多 我覺得反而安全的計 其實這些拿得 都可以是中線少少 都可以 我覺得等它落回大約四 四元邊這位置 看看有沒有機會 試一試這位置 如果有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趁著 如果四元有個調整 下來的話 去到叫部署 如果以一個 譬如中線也好 或者中長線的心態也好 大概是五元留上 我覺得都不是說過份的 我看那些位置都可以 只要後市 你說不穿大約三個二 留下的話 我覺得問題不是太大 好 Rafi 你講開 這些鹽岩氣相關的股份 其實看到這個版 都留意到一隻 大家知道的 編號196 雲華集團 亦是可以靠找到的 暫時升一線 報三個七五七 其實這隻股份也是 自從有這些消息 這隻股份也是炒上來 暫時又如何部署 又如何分析 之前同製神話方面 聯手開發熱岩氣方面的業務 這隻股份如何分析 當然依然看起來比較樂觀 始終它的業務 就是做一些熱岩氣 下游方面的一些設備等等的業務 所以如果剛才說到的熱岩氣 始終國內都大力開發的時候 對於它 我相信 當然實質受惠性 暫時比較難估 因為始終文華本身 以以往的業務來看 其實海外佔比比較多 就是出口到外面的地方 但如果隨著國內 真的帶來發展熱岩氣的時候 以文華這一刻在外地的技術 或者地位來說 我相信這些經驗 可以帶回來國內 可以幫到它不少 所以自己對這方面 第一點 前景看法很樂觀 而且以來 剛才蔣先生問到的 就是之前對 和神華方面所謂的合作 其實這一點 其實市場看法 也是非常正面的 一來 大家都知道 開發熱岩氣 其實是需要用到 煤炭的一個用途 所以如果你和國內的一個 國企 煤炭企業 神華做過合作的時候 自然相關成本方面的控制 那個效益 可能有一個減省之餘 更加另一邊 可以得到神華方面的資金 某程度上 武企出到錢 就是國企出到錢給他 而他只需要給一些技術 去做交流的時候 其實對於宏華來說 可以說是無往而不利 所以變相 整體計 其實全部都是催藥 在我樂觀下 我相信股價看法 都依然是正面的 但正如你問到 究竟這刻追不追得過 如何去部署的時候 短線升來升得比較多 我覺得都是那句 以風險角度考慮的話 我覺得等它落到 大概3.6這邊位 樓下左右 20天線左右 其實才做一個吸納 變相以中線持有 都是等它破位 當破到4.1元這邊位 樓上的時候 我覺得大概看4.6 4.7這邊位 都是一個知一可待的事 只要後市下面 一樣 3.2這位置 我覺得不是再穿下去的時候 整個向上西頭暫時沒有變過 好 謝謝Rafi 這節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 另一位主持人 和分析人和大家聊天 最後Rafi和你做分申報 剛剛說的股份 有沒有持有 沒有的 謝謝你 看看行指方面 最新下跌115點 先休息一會